在几个月前 丰田申请了电动车手动档的专利 这难道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因为电动车它是不需要变速箱的呀 横功率横扭矩的输出 一脚电门下去 多大功率就是多大功率 多大扭矩就是多大扭矩 你还想象内燃机发动机那样 发动机随着转速的攀升 慢慢到最大功率最大扭矩 然后咚咚换个档 别想了 科技的进步让这种对于动力的期待 变成了直接上马 要不说这个人呢 他还是有点贱的 很多事情呢 其实最刺激的时候啊 就是有期待的时候 你直接啪那么一下 给了你个结果 这个感觉啊 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啊 电动车的动力输出对于玩家来说 那可不就是这样的吧 你想想我们以前开手动挡的车 那是什么感觉 是吧 端端端端 那一松离合 在端端的杠 这叫什么 这叫质感啊 挡位一切 你脑子里边就有一种期待 什么样的 不知道啊 但这个过程这种期待 很刺激 你再看看现在的电动车 成啥了 电门一踩 然后 没有然后了 所以你说 丰田在电动车上搞个手动挡变速箱 为啥 那不就是为了这点期待吗 当然了 还是前面那句话 电动车呀 它是不需要变速箱的 这个电动车的手动挡变速箱啊 离合器 假的 变速箱 假的 它能做的呀 无非就是在电机控制的逻辑上 给你对应一下不同的开关 小时候的电动车都玩过吧 高速箱 低速箱 都和那个模拟排气的升烂一样 假的 没啥意思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以后都是新能源电动车的天下 都没有变速箱和手动挡了 那么除了丰田的这个 你还能期待什么驾驶乐趣呢 我是老设计师黄家刚 听到这里啊 点赞加关注 就可以下课了 谢谢